你是有病的所以被宠爱 留住半边青山因你在 你像世上几多哲学家自信不在 触摸不到你大概 各位网友晚上好今晚就选了这首 王伟文填词和何韵诗主唱的青山代码和大家分享的 青山代码其实是一位日本的歌手来的 为什么王伟文会选这个名字去配音乐的呢? 我相信他就是因为有青山这两个字 如果大家在香港生活过都知道香港有一间叫青山的 精神病医院 很多时候有些人呢 对于精神病呢 at least我长大的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呢 都是会有些好像有些讽刺 又或者是有些好像是 鄙视或者歧视这样的眼光呢 去对待一些精神病患者的 譬如如果你骂人呢 你就说你瘋的你入青山啦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社会上的一种的无知啦 其实因为青神病都是一种的健康的疾病啦 那或者我们先看一看歌词吧 好吗 你是有病的因此被宠爱 留住半边青山因你在 你让世上几多哲学家自信不在 触摸不到你大概 人类疑难平的一切问题 你都一笑避开 世间太傻疑你是天才 旁人说你悲哀 不过在你眼中清醒才悲哀 凡忘才悲哀 常人难道比风至更可爱 人类疑难平的一切难题 你都一笑避开 世间太傻 而你是天才 旁人说你悲哀 不过在你眼中清醒才悲哀 凡忘才悲哀 常人难道比风至更可爱 这个歌词其实带出了一点 就是很多患有精神病的人 又或者是过分用一些毒品的人 他们都是有另一种世界观 就好像很多住在三藩市的无家可归者 这些流浪汉 其实他们的生活 就是跟平常人可以说是很不同 但是从他们的眼中看这个世界 他们觉得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 才是傻傻的 因为他们有很多天很享受他们的生活 比如他们很喜欢在街上跟朋友聊天 又或者日光日白的时候拿着瓶啤酒享受 又不需要担心被波士炒鱿鱼 又不需要担心同事们的工作表现 比他们更加聪明 那当然很多时候他们也都没有家庭的兼顾 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 他们的子女 又或者父母的一些问题 这些流浪汉 其实他们在享受一种很瀟灑的 无牵无挂的生活 如何能将你安居这套房 曾会被他知识之外那点光 旁人全部有一本通书向前看 怎麽不敢到房 如何能将你安居这套房 曾会被他知识之外那点光 那看来这首歌的主角 就住在一间所谓的散房 那在三藩市就叫SRO Single Residential Occupancy 那这些这样的散房 就我以前是曾经都做过一些逼迁的案件 那就驱赶这些类型的租客 那他们通常的租金是五六百元 在三藩市来说 就不会超过一千元的了 那住那些都是低下阶层的人 很多是有些是一些新移民 那有些就是有些少精神病 那有些是有严重精神病 那有些是上了倒影 那我都见过很多不同种类 但是都是可以简单点来说 就是社会的边缘人士 那这些人很多时候 如果他们连五百元六百元都给不起 那又会有人请一些好像沈律师那样的律师 就去趕他们走的了 那趕他们走之后 他们很多时候都是拿着个交袋 装着一些物件 那就是流浪街头的了 好吗 那所以这个这样的步骤 就我以前做律师的时候都见过很多 那我相信有些比如做社工 又或者做心理辅导的专业人士 他们都见过很多这种这样的社会现象 那因此很多人 就是好像我做这一行那样 见到这种这样的社会的 不光鲜的地方 就好像这个歌词就说 被拒于知识之外 OK 拒于知识之外 就是说 我们这个社会 有些人是有知识的 就是你找份好的工作 或者嫁个好的老公 娶个好的老婆 是吧 然后就安稳地供屋 每天上班 赚钱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的 擁有的知识 是吧 但是有些人被拒于这个知识之外 旁人全部也一本通书向前看 怎么不敢倒放 那个个人呢 都是看着一本通书 是吧 所谓的主流的思想 那其实很多的政治运动 都是分开的 对吧 就是蓝色就是代表你是知识分子 又黄色就是代表你是去反对这种建制思想的人 那所以呢 就是可以带出这首歌词的填写人 就是王伟文 是一个绝对的 完完全全的 黄色那一边的人 OK 因为他是用这个歌词 就是想作出一个示威 就是说你们各个人都是同一本的通书 各个人都读同一本书 但是你敢不敢把这本书倒转去呢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男人 你是喜欢女人 你敢不敢和一个男人 另外一个男人睡在一起呢 是吧 那这个就是很多的同性恋 就是起码我敢去追随我的性欲 是吧 我不理这个社会的眼光 那如果一些是可以放纵自己 是吧 不理社会的价值观 然后去追寻自己的喜欢的性对象 那这种人当然就是 这个思想就是会 鄙视你们这些一本通书的人 挺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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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 简单的你却在我 那 anyway 我自己觉得 就是某些人的性格是适合做某些东西 如果你的性格是比较自由开放的 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些 比如设计、设计、表演、艺术表演 因为这些行业 其实我们的社会 都是很需要这种类型的人 我自己本人 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 完全是不会歧视的人 因为如果你跟我讲关于discrimination 我可以讲说由移民过来美国 就是说十岁之后 我就已经有很丰富的经验 对于discrimination 这种就是环绕着一种很重要的心理 就是当你是一个移民 你来到这个国家 又或者你不是一个移民 你是一个ABC 但是你生长在黄色皮肤的家庭里面 你怎样融合这个世界 你究竟是insider还是outsider 这种隔膜 其实很多我们现在看 我们社会很多的边缘人士 都是有这种心理的 人类以为强于拯救地球 却总摸错地方 良善的光 才逼方 唯有你 才能开放 好想当你 安居这桃方 逃离大器不想得复杂那么暗 同人全无影 一顿吞树下前开 青山之花不再浓放 好想当你 青山之花相在